潤唇膏让你的嘴唇看起来什么都没有 却性感十足 润色效果很适合夏天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很多女生都不喜欢擦那种色彩很强力很饱和的口红 然后反而是喜欢那种淡淡的轻轻柔柔的温柔小姐姐形象的潤唇膏 今天我就介绍八种今年夏天最强最烧的潤唇膏 通通可以打包哦 为什么我会介绍这个润唇膏的专题呢 那是因为啊就是几个礼拜以前嘛 我们有一个同事 你大概想就是穿着Prada的恶魔 那个安海色味那个角色的那个同事 突然跑过来问我说 哎我想问你一下 那个某个牌子的润唇膏是不是真的很棒 那我想说嗯 那个牌子的润唇膏当然很好 而且有很多女明星都在擦 然后他就说因为他一直想要去买那一支润唇膏来用 可是呢就是一直都专柜 因为一直不断的缺货 他跑了两个柜都买不到 后来他再等一下才终于买到了 那他擦完之后他就是大为惊艳 我就在想说哇润唇膏真的其实蛮受到很多上班女同事的欢迎耶 那我第一支啊要介绍的就是刚刚我同事说的这个 迪奥的粉样润唇膏真的是算是历史最悠久的润唇膏十足 我记得我在好多年前有拍一个女明星搜包的单元 大概我搜了少女威任容轩的化妆包 里面都有这一支粉样润唇膏 那我的彩妆师也跟我讲说这一支真的是很烧很受欢迎 因为大部分在专柜上的人都是三支五支在包色包买的 今年推出来的一个就是12号的Rosewood玫瑰木的颜色 就让我同事找了好多家跑了好多个专柜才买得到 那这个颜色我真的觉得它很适合亚洲人比较皮肤偏黄的颜色的女生擦 也不是那种很橘就是那种很优雅内敛的效果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颜色难怪这么烧 而且你擦一整天嘴巴都非常的润而且不会干 第二支啊我要介绍这个也是粉红色包装的肌肤之药的润唇膏 那其实肌肤之药的口红以前啊就是都是破千元 它里面用到的成分跟质力都非常好 那它之前啊其实受欢迎的就是一个颜色 那今年它推出了三个新的颜色 那其中我手上这一支叫做薄荷梅红色 是他们今年卖的最好的颜色 这颜色其实我觉得看起来就是颜色好像很大红这样 可是你擦在手上啊就是其实是清清淡淡的 我多擦几下它就会慢慢慢慢慢慢的显色 再加上它加了一些日本的山茶花油啊 还有就是玫瑰果油所以滋润的效果也非常的高 像如果你的唇肌比较容易干燥有唇纹 其实选用这一支就非常好 接下来是这个屏幕宣言的精油护唇膏 那它里面其实重点就是它放了很多的精油在里面 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就是擦起来很水很软 好像擦了一层水磨在嘴巴上面 像我擦的时候就是我昨天我在试用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哇它真的擦完之后就是感觉有精油的润泽效果在里面 所以如果你的那个唇纹就是很明显就是唇部也很干 它真的可以当成一个保养的一个护唇油来使用 那这个颜色是他们今年夏天推出来的一个那个星光扶桑的限定色 就是有点带橘会让你的就是看起来比较活活 我觉得也蛮适合就是现在夏天使用的 有一些润色护唇膏啊标榜会变色 那到底是怎么变色呢 它会利用一些PH值 就是根据你的唇部上面的PH值来变色 那这是一个蛮新的科技 那也是现在润唇膏很流行的一个做法 那第一支我要介绍这个就是也是在润唇膏界 利用PH值来做变色非常有名的这个Bobbi Brown的润唇膏 很多人都喜欢他们家的这个润色跟滋润的效果 他们正规的包装这种白色 只是它今年推出了这个限定版推出了一个粉红色的包装 那大家应该会更喜欢这种润唇膏 因为其实带出去就像护唇膏一样随时擦随时都会有好气色 那这支润唇膏我觉得最厉害的地方啊 就是它有纯温的变色效果 这个颜色莓果粉其实是Bobbi Brown卖的最好的颜色 它擦起来啊就是你看起来它是有一点点红褐色嘛 可是你擦上去之后啊 它就会变成一个就是淡淡淡淡的莓果色 我觉得这颜色真的很好而且它很润 看起来它有点像透明的质地 擦起来就是会双唇就是很润很嘟的效果 那里面加了维他命C啊E啊跟一些植物精油 所以可以帮你做好很好的保养效果 接下来有感温科技的就是这一支 L'Neige的这个润唇冻 那如果是喜欢L'Neige这个牌子的人都知道 它们有一个很受欢迎的晚安唇膜 就是在夜晚睡觉之前敷一层厚厚的 让嘴唇变得很柔嫩 那它们也推出了一个早安唇冻 那就是这一支 那早安唇冻这一支的颜色也是非常受到欢迎 那我觉得它变色的效果真的非常的厉害 你看我挤出来它就是一个清清淡淡 一个裸膚色的颜色 那当你擦在嘴巴上面呢 其实刚擦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颜色 可是其实等待一下 它就会随着你的唇部的PH值 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变红变红 它其实我有个同事其实擦了这一支 它颜色变得很红耶 就觉得说哇感温科技真的蛮厉害 才可以随着个人不同的PH值来做变色 那这一支啊 其实它里面还加了那个乳木果油的精华 还有它的味道就是有点像少女那种糖果的味道 我想很多少女应该都会很喜欢这一支 所以我觉得这一支的CP值非常非常的高 那你们看一下我不知道镜头前面如何 就是我觉得已经颜色蛮红的 就是它原来是 原来是看起来真的是淡淡的裸膚色 然后它现在就是变红 如果是擦在嘴巴上面 再加上我们原本的唇部的颜色 它其实可以变得蛮红的 接下来这一支啊 其实我自己也是蛮喜欢的 是季凡希的润唇膏 因为它的这个外观就是粉红色 然后是皮革的 能够做到皮革的品牌真的也蛮少的 然后每一次我们同事啊 在网路上面报导这个季凡希的这个 皮革的这个唇膏的报导 就引起很大很大的回响 而且吸引很多人的点阅 那它其实在2016年推出这个颜色 一直都长青热麦了大概三四年 那我前一阵子在去柜上询问 它这支颜色还是非常的热麦 那这一支转出来 其实是有带一点淡淡的橘粉色 我觉得一看就颜色非常的讨喜 那它也是按照就是 唇温的变化 刚擦上去其实就是完全没有颜色 然后呢就随着你的唇部的那个 PH值慢慢的会有一些颜色的呈现 那它里面呢也加入了一些保湿的玻尿酸 它有凉凉的薄荷感 所以让你擦完嘴巴之后啊 就是可以很保湿 颜色很漂亮 还会有淡淡淡淡的微凉效果 刚刚介绍季凡西啊 它里面有一个薄荷的成分嘛 所以嘴唇会微微的有凉感 其实很多润唇膏啊 也会加入这些薄荷凉感的成分 可以让你比较干燥 就是一点灶热发炎的嘴唇 可以得到一个凉爽的感觉 其实我也蛮喜欢这种效果的 那所以我现在要介绍啊 就是兰蔻今年推出来的一个润唇膏 它里面呢就加了一些薄荷的成分 所以我觉得它的凉感 真的可以持续很久 因为前一阵子我常常戴口罩 所以就有点忽略擦护唇膏这个部分 所以我的唇纹就比较干 而且很明显 后来我就试擦了这个 其实才擦了两次 它的唇纹效果立刻就不见了 而且整个唇就变得很润则 所以我觉得兰蔻的这支 新的这个润唇膏的效果蛮好的 那这个颜色啊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 也是它们一推出来就热卖的 叫做莓果软糖色 它擦完之后啊真的就是凉感蛮够的 那如果喜欢那种有凉感效果的女生 真的可以选择这一支来擦 而且它擦起来就是很滑 就是上色也非常的容易 最后一个啊其实是我要介绍 这个iflon的修护唇霜 它其实也是像修护润唇霜的效果 只是它是属于涂抹式的 那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原因是有一次 有一年冬天我去巴黎出差 可是我忘记带护唇膏了 所以我就直接用它 就是它的显色效果很好 而且它的修护成分也很棒 然后它的那个里面含有的薄荷成分 也满凉的 所以你擦完上去大概满久 都会有一种凉凉的感觉 这个颜色其实我觉得显色度很好 就擦起来就是整个瞬间 嘴唇的气色非常好 然后呢另外它还加了一个氧化芯的成分 那氧化芯可以干嘛呢 就是可以有天然的防晒效果 所以如果你就算是冬天 那些阳光很大 你忘记擦唇部的防晒霜 其实擦这个也可以有天然防晒的效果 所以我也很推荐给大家 今天这八支润唇霜啊 我们请到了水儿 帮我们一一来试过了 那我想问一下水儿 这里面八支你最喜欢最满意的是哪一支啊 我最喜欢蓝蔻的 蓝蔻的为什么 因为它很滑很好涂 算是这八支里面就是最滑 然后完全不会卡的 所以擦润唇霜你最在意的就是要很滑吗 对 因为如果很卡的话 可能会长唇纹啊还是什么 所以它的颜色你不在乎 颜色不要太淘粉都好 你喜欢比较自然 对 看起来有点增加气色这样 那我再问你 既然是润唇霜嘛 我想女生也很怕就是唇变得很干 唇纹很重 那所以你觉得这八支哪一支最润 就是Bobby Brown最润 哦 Bobby Brown最润 那为什么你觉得它很润 它擦起来就这种唇冻的感觉 就有点像在擦唇蜜还是什么的 它滋润度比一般唇膏更高一些 哦 OK 我今天一整集啊 其实有擦这八支里面其中的一支润唇膏 是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你们猜猜看是哪一支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哦 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留言 订阅 小铃铛 分享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咯 拜拜 那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咯 你怎么不说 拜拜 我不要真的讲吗 拜拜